高雄一名林先生去年8月到鍾錶行 把自己的白色精品手錶送到鍾錶店 維修後今年2月拿回來 竟然是完全不一樣的錶 結果再多都沒有拿回來 林先生控訴當時他送修的是一支 圓形白色價值20多萬的精品手錶 是妻子已經過世的姐姐留下的遺物 但修了半年每次詢問老闆總是不斷推脫 等他真的拿到手錶時 發現送回來的卻是黑色方形的銅牌精品手錶 但會不會查太大 我們也沒有去想到他會拿去 去盪點檔然後還債 手錶被老闆吊包一氣之下 他報警處理 後來警方一查才發現有多人受害 疑似老闆欠債手錶被點檔 那是公司 我抓去公司 公司抓不到鍋 一句弄錯了然後人間蒸發 20多名受害者提告 修錶師傅最近被起訴 但人已經落跑 被害人在群組上無奈討論 該怎麼處理 我們都要修理的過程 我們都要把這個表演 型號插好人 其他業者說通常這些精品名表 通常會有編號民眾諾要送修 可以先拍照記錄 但現在這間中錶行已經關店 人已經跑路了 恐怕手錶再也要不回來 三天新聞圖遠全成員 高雄